唐门门主唐雅的佛怒唐莲有多强 他难道掌握了唐三流血的所有暗器吗 在绝世唐门的过场动画中 唐雅手持佛怒唐莲 佛怒唐莲仿佛像唐雅的玩具一样 要知道唐三曾经用观音类差点杀死了千刃血 一滴观音类都可以视神 一个阎王帖可以杀死一个封号斗罗 佛怒唐莲更是能在一瞬之间秒杀72位浑胜强者 引发巨大爆炸 唐门暗器如此强大 那么唐门现任宗主唐雅应该也不会比唐三差多少吧 可能令大家失望了 唐三确实是将唐门暗器制作手法 包括玄天宫等唐门绝学都履在了堕罗大陆上 可惜随着科技的发展唐门已经没落 唐门内只剩在一个门主唐雅 加上唐雅的老公霹雳贝贝撑着 虽然唐雅的武魂跟唐三一样是蓝银草 但唐三最后可以进化成蓝银黄啊 众所周知啊 蓝银草只是个废物魂罢了 唐雅的天赋注定不会很高 天资愚笨的唐雅 一心想要父亲唐门辉煌 这才有了绝世唐门的故事 在绝世唐门过场动画中 唐雅手持佛怒唐莲 这应该是唐门遗留下来的产物 而并不是唐雅亲手制造 唐雅的实力还远远下有不了唐门的顶级暗器 更学不会唐三的顶级暗器手法 好在有会友好的帮助 唐雅也最终成为了封号斗罗 毕竟也是唐家后代 唐三多少也会帮助他一点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觉得他们的兄弟们 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